我们看这一笔 这一笔它说 这个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四边形 ABCD 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它的面积叫做A 这个也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DBEF 四边形 DBEF 这个也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个面积叫B 这个也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就是四边形D E Z H 也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四边形叫做C 那么它比较ABC 这三个数哪一个比较大哪一个比较小 首先我们看 这个面积 跟这个面积 首先我们看看 这个面积 这一半 就是说三角形 这个BCD 三角形BCD 的面积 等于多少呢 等于ABC的一半 就是A的一半 就二分之A 再来看 再来看这个四边形 这个四边形 这个三角形 它的高 它的高 就以这个钢底 跟这个平行四边形 比这个钢底的高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也是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一半 所以也等于多少 二分之一多少 所以这小的 B就等于A 好 好 到底我们现在来看 看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就是三角形 DEF 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的话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的一半 因为呢 这个是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是等于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一半 等于二分之一B 那它等于多少呢 这个三角形 比这个当底 高 跟这个平行四边形 比这个当底 高是一样的 但是呢 三角形面积是 底层高除以二 平行四边形不用除以二 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平行四边形一半 就二分之七 所以 所以C等于B 好 结论就是A等于B B等于C 所以 A等于B 等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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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